香港特区政府3月3日宣布 将于3月4日及5日派出四班包机 前往武汉市接载滞留的超过500名港人 一直负责统筹安排此事的公联会干事陈文伟 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本次特区政府接载港人返港非常必要 首轮包机除滞留武汉的港人外 也将接在湖北其他地区的三类特殊香港居民 含孕妇、长期病患 需参加文凭式的考生等 他们有迫切需要回到香港 所有人将在抵港后直接入住郡阳村隔离 在协助香港居民从武汉返港事宜中 除了特区政府全力统筹安排 香港公联会也做了大量工作 陈文伟表示 湖北省较大 现在约有2700名港人分布在湖北37个区域 公联会之前就把求助的约1500名港人 按照居住地、年龄、求助需求等分类 将资料提供给香港特区政府和湖北省政府 然后分别进行不同的援助 因为这个分布的比较散嘛 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又把整个 跟我们求助香港人的一些资料 汇总整合起来了 就比较有困难 所以后来我们就用一个电子登记的方式 就把大家的一些资料 用大数据的方法输入电脑里面 然后后来我们大概用两天的时间 就大概把1500多个香港人的资料整类分类出来 陈文伟谈道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接载钻石公主号港人回港 郡阳村等隔离中心 在防护、消毒和检查工作方面 都有较为充足的经验 这次接待准备工作会更加好 但是在武汉接载的程序比之前复杂 除了人数众多外 港人分布在武汉不同的地区 不能统一接载 因为这次接送的方式 也比公主号的那个复杂 复杂情况在于 你在邮轮上面 大家都是集中在一起 都是其中一个地方 你可以开一个大巴 然后把所有人都带回来 然后这次哪怕你在武汉 武汉也不少啊 武汉也分好多区 是吧 然后你是每一个每一个人的这样子接回来 那必须要依靠小区或者是聚会提供的一些交通工具 在公联会收到的求助中 还有一位滞留恩师的孕妇未能上机 理由是考虑到前往武汉机场 虚实约6至8小时风险较大 因此公联会建议特区政府 未来可考虑使用宜昌恩师等地的机场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估订阅 Tao